今儿早上 沈阳市和平区一家饭店就着了 今天早上8点19分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11委路10号的 金香会晚餐马路二店发生了火灾 早上吃饭的时候看着那个顶楼 那个排气管道去看着冒烟 刚还没觉得咋是呢 然后吃完饭之后 就搬帮楼里面感觉越来越呛 然后发现就是着得越来越大 我就从那边开着过来 我看就搬这楼顶上 有明火 有烟有火 排猫呢 这也是排烟道 这叫有火 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半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和平区11委路上 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我身后从火在现场 仍然有滚滚的浓烟冒出 而且依稀能够看到有明火 那现在呢 整个11尾路上 交易部门已经进行了管控 11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 是禁止车辆通行的 而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呢 仍然有源源不断的消防车 奔赴火在现场进行支援 走进现场之后呢 我们发现浓烟呢 是从机箱会晚茶 马路湾店楼顶冒出来的 而且现场呢 还能够闻到特别浓的 烧骨烧焦的味道 在现场呢 有20多辆消防车进行救火 那现在呢 消防员正在用高压水枪 往楼顶喷泡沫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铺救呢 在现场已经看不见明火了 而且浓烟呢 也由黑烟变成了白烟 泡沫说这 就是泡沫的 泡沫的 泡沫的泡沫 排气扇 排烟扇吗 应该是 他们家里干什么就说的 烤鸭炉啊 就在刚刚呢 金香会晚茶的楼顶东南角 再次窜起了明火 而且有滚滚的黑烟冒出 现场的灭火工作呢 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在现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 浓烟还是很大的 已经看不见 起火的 金香会晚茶的建筑了 在现场还能够闻到 一股特别大的 这种刺鼻的气味 同时呢 还有消防车 正在赶到现场进行支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铺救 现场的火是基本被控制住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种建筑始建于1928年 欧式风格 砖混结构的两层建筑 是美国花旗银行 奉天支行的旧址 解放后呢 曾为沈阳木材公司使用 2004年 被沈阳市文物局 确定为沈阳市 第一批70处 不可移动文物之一 沈阳消防官方微博 也发布消息 称现场的无人员伤亡 那目前呢 这些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 监管部门还在 进一步调查当中 消防车去了20多辆 这场火着的确实不小 幸亏这栋建筑是 砖混结构的 但是不管是啥 防火这根弦 千万松不得